兩黨輪流執政二十四年了 我們總是聽到 勞保要破產 健保體系要破產 退休金存不到 為什麼都不改呢? 不敢面對問題就不能解決問題 我多次提倡環境永續 醫療永續 財政永續 也做出許多具體的解方 就是要讓台灣看到希望 兩黨都說重視經濟 卻把金融市場越做越萎縮 連台灣的IPO 首次公開募股的規模 現在不僅落後了日本 韓國 香港 新加坡等地 我們現在連印尼跟馬來西亞都趕不上了 如何要提升台灣的晉升力 必須要產官學 一起合作 怎麼樣能改善外資來台灣投資的環境 可以參考AMCHAM台灣美國商會 以及ECCT歐洲在台商務協會的年度白皮書 政治應導入績效以及當責的制度 落實政府和企業一樣的治理 打造一個更公開透明的 國營事業以及關股行庫 對全民負責 民眾黨不只是要把國家還給你 還要把人民追求一個有績效 有責任感的政府文化 由剛才辯論過程當中可發現到 藍綠兩黨越來越脫離了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 政治不應該變成一場表演 例如幾個月前 明陽火場的大火 殉職六位消防人員 結果 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 難怪消防人員會 回答是沒有 政府老早都知道這些問題產生 之後才開討論會 之後總是互相踢皮球 過去我在明天的經驗 很多事情民間早就做了 舉例說 我的曾祖父曾因為工作事故而終身殘廢 為了生活還要勤奮工作 向六位孩子們灌輸了勤勞工作 老天自有回報 我的爺爺也秉承這些價值觀努力工作 最後也成就目前現在台灣 擁有二十萬以上的員工的企業 爺爺注意到勞工的辛苦 緊燒人員工作的危險 四十幾年前 政府還沒完善的規劃之前 他就設立了緊燒人員因公殉職的衛福金 我們是要做事的人 不是做秀的人 民眾黨執政帶來新政治文化 是一個重啟我們和平繁榮 的新機會 我常跟主席說 Taiwan People's Party 這兩個P也可以想成 Peace and Prosperity 我們要給台灣的就是一個 和平繁榮的社會 我認為台灣的勤奮人民 應該得到更好的生活 我們需要的是嗡嗡嗡給大家 省錢已賺錢的柯英配 柯主席常提到居住正義 包含住宅、減稅、租金補貼 就是大大減低年輕人的負擔 我也提出國庫收入的方法 例如主權基金、數位AI、綠色轉型、綠色金融、數位醫療 不只是可以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 還能幫忙民眾提高薪資 大大增加國民的收入 負擔減少了 收入增加了 台灣的年輕人才有希望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 元旦應該為我們自己選下一個心願 現在我也請你們許下一個心願 2024年元旦希望就是 總統副總統請給一號一次機會 一月十三號大家攏出來投票 大家沒時間和大家賺錢的柯英配 政黨票請給民眾黨十二號 一個機會 我們要用這票告訴大家 我們的未來要由自己做主 拜託大家投給柯英配一號 這次的投票下架藍綠 要把國家贏回來 一無反顧拼一次 謝謝大家 200-3 5-310 9-5